病走过的历程和前景请不要错过 今天在现场的专家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 微生物免疫学教授赵玉琪 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接听观众的来电 美国军医的免费电话是10810 然后再播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地方 您可能要先播108-710 然后再播打866-837-5161 那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听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浏览其他的最新报道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邀请专家现场解答你的健康问题 发病率最高的 通过电视短片介绍医疗新突破 新手术 新药物 保健原地每周六 中国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一一为您送上 好 欢迎回到保健原地节目 那赵教授您前面提到啊 就是您的这个工作机构和这个 马里兰的蒙哥马力军有一个合作项目 在研究这个蒙哥马力军有一些新的感染的这个病毒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没错 那这个就是说讲现在在美国的艾滋病的这个状况 那么现在美国呢现在就说 我们一般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 就是说现在美国就是病人 大概有98%的病人 就是感染了这个病毒的一个亚型 叫B亚型 那就是说退步就说 就是说艾滋病这个病毒 有很多不同的亚型 刚才不是说吗 像孙悟空一样 他有不光他会自己本身突变 他同时有不同的亚型 你比如说现在在世界上最多的是C亚型 那么在中国的话 你比如说是B和C的这个混合种 那么在美国呢 主要是B亚型 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在 你说我在医院里边 我们搞检测 在搞治疗 那么现在就是说 我们的目标都是来 来找这个B亚型的病毒 测它的载量 然后治疗这个 那么现在就是说最近 最近几年发现 在美国有一些 就是新的亚型进到美国来 那么就是说我们叫非B亚型的内容 那么因为这个为什么说是比较重要呢 就是因为刚才说了 我们现在找了这个病毒 测了这个病毒 治疗的时候也是这个 那么现在就是说对非B亚型 怎么样更有效的治疗 我们并不是非常清楚 是不是能够准确的 就是测量它的这个病毒 载量我们也不是非常清楚 所以呢就在这个前提下 就是说我们跟这个 我们这个州里边 这个卫生署跟他合作 就是说我们问 就是说我们在马里兰州 我们在华盛顿周围嘛 就是说华盛顿周围 马里兰州 我们那么现在这个状况怎么样 所以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医疗中心 这测了一下 然后在全马里兰州做了一下这个调查 结果就是说在我们这个 我们的医学院周围 就是Baltimore这个区域 跟美国基本上是一样 大概就是还是98%的病人 都是B亚型 但是呢就是说发现在 就是刚才说 Montgomery这个郡这个地方 发现有这么一个聚集 这么一个人群 他们大概根据我们的判断 是14%左右 14到17%左右 那么他是就携带这个B亚型 那么这些人是美国本地人 还是外来移民 那么现在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他这个 那么当然就是说 可以推测 推测呢就是说 根据其他的一些研究 你比如说在纽约 纽约有一区域 它有40%多的人 都是非亚型 非必亚型的 那么在那个Indianapolis 另外一个地方也是 那么发现那么 在纽约就是是一些非洲移民 那么在那个Indianapolis那边呢 它就是欧洲移民 那么我们这一边 那么现在就是说 我们就考虑就是 当然就是要调查 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么有可能 也是非洲移民过来 那么也可能就是说 从其他的地方过来 所以这个病毒 就从全世界各地 都有不同的类型 所以混到这里呢 它又会结合出 可能新的类型来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挑战 这对我们治疗 艾滋病来说 现在就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 就像说了 这个艾滋病毒千变万化 那么你把这不同的 亚型都又混到一块 那么它又重新重排重组 又产生新的面目 那这样的话就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效地 监测他们 也能够有效地治疗他们 这是很大的问题 还有数据显示 在华盛顿 这个省都华盛顿特区啊 这里的感染艾滋病 艾滋病人群的这个数目 是全国最高的 是 这是为什么 这个也是 大家比较吃惊的一个 就是说 近几年 就是我们首都 华盛顿这边 就是从这个防御部门 他们是做了很好的工作 开始今年大面积的普查 那么发现呢 现在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首都 百分之三的人 是艾滋病携带者 那么这个数据 可能大家很多有人不清楚 这个数据非常非常高 就是一般国家 大概就是百分之一以下 甚至千分之一以下 那么百分之三的这个概念 什么呢 就是在非洲有很多高发区 它大概有这个概率 那么这个对大家来 都是非常吃惊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我们居然有百分之三的病 被感染 那么现在就是说 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还不是十分清楚 那么就是说 但是是至少是让大家提的 就是重视 所以上个星期 这个奥巴马总统 他就提出一个新的 所以是全国的这一个策略 就是说这是第一次提出来 就是在美国全国内 来进行削减这个艾滋病感染 治疗艾滋病的 这么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方案 那么现在他们的目标 就是说现在还是比较 雄心勃勃了 就是说争取说 奥巴马这个政府 就是说在五年之内 要把这个感染率降低 至少降低 现在有的 25% 那么另外一个说 在美国 每五个人 就是说五个人感染 有一个人 他不知道被感染 那么这个组人群 还是比较危险 就像说第一 他没有得到治疗 那么他的可能的死亡 比较快 第二 他不知道他携带病毒 他就可能会传染给别人 那么所以说现在的目标 就是说要想办法让这五分之一的人 来进行咨询 进行监测 所以奥巴马政府现在的目标 就是五年之内 从每五分之一的 降到十分之一 好 谢谢 那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保健原地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 是美国和中国在抵抗艾滋病方面呢 做到了哪些成绩 又有哪些不足 还有面临哪些重大的挑战 那么欢迎各位打电话 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 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我们的电话呢 您先请拨打10810 然后再拨打8668375161 好 那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下 辽宁赵先生的电话 赵先生您好 您好 我想向赵先生提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许多病毒 都是可以通过接种疫苗 最终实现免疫 而进行防治的 那现在艾滋病病毒 据说它的主要的问题 就是它的压情非常多 而且它变化得非常快 所以使这个免疫系统 对它防不正防 那我就想问 难道就没有一种 就是说它的这个病毒 就没有一种 共同的这个抗原 能够诱发这个机体 对它的免疫产生 说一种专门 针对它这种 共同抗原的这个抗体 从而达到免疫的目的 好 谢谢赵先生 这个赵先生问了一个 很好的问题 的确是 如果一般其他的病毒的话 按照赵先生刚才的说法 就完全可以得到疫苗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乙肝疫苗 那么就是用这种方法 最后呢 我们现在可以 就是说有这个乙肝疫苗 艾滋病 就像刚才说了 它像孙悟空一样 它千变万化 那么即使在同一个病人当中 它是它存在一个 就是它是一组 不同的病毒 它不是说一 我们现在的 那么走开